快船挑战雷霆队 洛杉矶快船重新回到了联盟的舞台中央 伦纳德展现了超级巨星的实力 重新回到了陆地神仙之境 让所有对手都为之胆寒 当然詹姆斯和哈登对于快船的重要性也开始体现 泰伦卢开始展现冠军教头的手段 唯一令人心疼的就是维少 如今已经彻底成为了一个替补 出场时间寥寥无几 但只要球队能够赢球 那么对于威少而言 一切都是可以接受 这一场比赛 洛杉矶快船将客场挑战俄克拉和马雷霆队 作为本赛季的西部黑马 雷霆队在亚历山大的带领下 已经成为继后赛级别的球队 对于哈登和威少而言 雷霆无疑是一个熟悉的地方 他们的职业生涯正是从这里起步 伦纳德首次确阵 伦纳德本场比赛轮休 这是小卡本赛季第一次确阵 不过乔治和威少以及哈登全部出战 球队的竞争力依旧十分出众 首截比赛一开始 乔治就扛起进攻大旗 四投一中拿到六分一篮板一助攻 哈登手感不佳 八投一中则是三分四篮板三助攻两抢断 威少替补登场 立马引发了雷霆主场球迷的起力欢呼 不管离开多久 他依旧是这支球队心目中的盖世英雄 威少连续冲击篮下 五投四中拿到八分五篮板 带领快船单捷轰下29分 雷霆展现了自己的天赋 亚历山大面对救主 独得11分四篮板一助攻 还有两抢断两封盖 基迪则是11分三篮板四助攻 霍姆格伦也有7分两篮板 球队单捷更是轰下35分 取得6分的领先优势 次节比赛归来之后 雷霆连得5分拉开分叉 鲍威尔3分稳住局势 雷霆队又是连得5分 两队分叉来到13分 乔治3分标中 维金斯上篮得手 杰伦抛头命中 乔治也是抛头回应 霍姆格伦篮下打进 鲍威尔二次进攻得分 多特快攻爆扣 哈登3分终于开张 维金斯立马3分还以颜色 组巴茨抛头打进 哈登2加1打成 分差回到各位数 乔3分稳住局势 鲍威尔3分回应 乔3分再来一颗 哈登打板上篮得分 随后助攻科菲上篮得分 基迪则崴脚离场 乔治急停跳投打进 华莱士中距离回应 鲍威尔3分标进 亚历山大压绍后仰 被哈登封盖 半场比赛结束 洛杉矶快船59比64 落后俄克拉和马雷霆队5分 哈登只休一分钟 伦纳德缺阵 对于快船的影响不言而喻 但是球队还是展现了不错的竞争力 哈登开场手感十分糟糕 一度十投一中 但是刺劫找回状态 帮助球队缩小分差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整个上半场 哈登仅仅只休息了一分钟的时间 身体状况十分出众 上半场比赛结束时 哈登十三投四中 拿到十一分六篮板 五助攻三抢断一封盖 除了命中率不佳之外 个人表现无可挑剔 乔治八投四中 则是全队最高的十三分三篮板 一助攻 鲍威尔九投五中 三分六投三中 也有十三分 威少则是八分九篮板 两助攻 科飞和祖巴茨各取六分 雷霆队这边 霍姆格伦六投五中 拿到全队最高的十三分五篮板 四助攻 亚历山大十二投四中 则是十一分六篮板 三助攻 得分全部来自第一节 基迪也有十一分三篮板 四助攻 但是受伤离场 希望没有大碍 多特七分两篮板 两助攻 杰伦五分两篮板 五助攻 乔命中三季三分 拿到九分一篮板 我终于来自第一岂